水声音 Acrocephalus pallidicola的学名是Acrocephalus pallidicola 署名Acrocephalus源自古希腊文 Acrocephalus意思是最好的和Cafeo意思是头 也许他认为Nomen和Acrocephalus的意思都是尖的 具体的Pardicola来自拉丁语Pardis 意思是沼泽和Color 意思是有人居住 水声音 Acrocephalus pallidic 在温带东欧和西亚繁殖 估计数量为11000至15000对 它是一种候鸟 在西非越冬 经过多年的不确定性 大部分欧洲族群的越冬地 最终在塞内加尔的Joji国家鸟类保护区被发现 这个地点栖息着5000至1万只鸟类 水鹰 Acrocephalus pallidic 的估计数量约为11000至15000对 大部分欧洲水声鹰 Acrocephalus pallidic 族群的越冬地位于塞内加尔的Joji国家鸟类保护区 该地点栖息着5000至1万只鸟 西南迁徙路线意味着定期过境 最西可达英格兰和爱尔兰 这种小型却行目动物是在植物高度不到12英寸 30公分的湿沙草床上发现的物种 水鹰Acrocephalus pallidic 的迁徙路线是从温带东欧和西亚的繁殖的 到西非的越冬地 经过多年的不确定性 大部分欧洲族群的越冬地 最终在塞内加尔的Joji国家鸟类保护区 被发现 这个地点栖息着5000至1万只鸟类 西南迁徙路线意味着定期过境 最西可达英格兰和爱尔兰